HELLO 大家好,我是Joyce 歡迎回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我要分享一道我們家很常做的家常料理 我們要來做沙茶白花椰菜 這裡是我們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需要白花椰菜 我已經把它切成小豬,洗乾淨 然後用滾水煮到八九分熟了 這裡有雞蛋,大蒜 調味料的部分呢,我準備了水 紅搭洗,太白粉水,沙茶醬,還有鹽巴 都準備好了,我們就可以開始啦 我們先來準備待會需要的醬汁 我們把沙茶醬 鹽巴 水 還有一點點的紅搭洗 放在一個碗裡面把它拌勻 拌勻了以後呢,我們就把它放一旁備用 然後進行下一個步驟 接下來我們準備一些蛋液 蛋打好了以後呢,一樣放一旁備用 接下來我們來準備一些蒜末 我們先起個油鍋來爆香我們的蒜頭 油熱的差不多以後呢,就下我們的蒜末 把它炒香 炒出香味了以後呢,我們就下我們的白花椰菜 炒出香味了以後呢,我們就下我們的白花椰菜 給它翻炒一下 這個時候呢,也可以像我們剛才調好的沙茶醬汁 把它淋上去 翻炒一下 讓每個白花椰菜都可以均勻的裹附到沙茶醬汁 這個時候呢,我們配下我們的蛋液 等它稍微凝固了以後呢,我們再來翻炒 現在蛋液稍微凝固了一點了 我們把它翻炒一下 最後呢,我們淋上我們的太白粉水 再把它翻炒一下 確定所有食材都煮熟了以後呢,就可以起鍋啦 再把它翻炒一下 那我們趕快來試吃 哇哦,超級香的 嗯,好香好香 嗯 嗯 嗯 因為我們有加水,然後勾芡 所以整個蛋液啊,還有沙茶醬汁 都很均勻的裹附在這個白花椰菜上面 很夠味,很好吃 嗯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這道料理 別忘了幫我按讚,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試驗室,我們下次見 掰掰